剛剛淑慶已經講了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規律 雖然你每天也許時間長 但是是足夠的 但是你一下早一下晚 一下早一下晚 然後中間再補個棉 這種都不算 你就是規律 所以你如果 規律的早睡早起也OK 但是你就是要規律 第二個就是剛剛講到 你的時間要足夠 那第三個就是你的環境要視尊 譬如說你的環境要夠暗 這對我們小小孩很重要 因為你夠暗的話 它吐灰激素才會分泌 然後生長激素才會分泌 它才會長高 所以原則上環境要夠暗 這個聲光不要太多 然後旁邊很吵 這樣這個小孩在睡覺 大家人家在打麻將 這種都不適合 那第四個就是 有些孩子也睡很規律 也是睡得很長 可是它中間的睡眠品質很差 譬如說它的鼻塞 然後一直打呼 我整個晚上一直醒一直醒 那這種睡眠品質不好 有病就要看醫生 你趕快去把你的疾病解決掉 然後讓你的睡眠品質好一點 好 那麼除了 我們這壓力大 睡太少 還有第三個原因 好 我們來看 如果他吃太多了 吃太多了 那理所當然變胖 對 可是爸媽可能不覺得還是吃多 因為愛的角度不同 對啊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子 我剛剛有想到 剛剛黃醫師講的 我剛剛 我有反省 我有反省 我現在反省還是有機會 他16歲還有機會 還可以 因為剛剛黃醫師講說 很多家長都是用糖果餅乾 給小孩講的 對 我們家不給糖果餅乾的 我從小就不太給他們吃糖果餅乾 給什麼 吸腿 牛排 鮑魚 不要不這樣 我們就是家庭聚餐 就你烤得很好我們就去吃一頓 然後你今天生日 我們就出去吃一頓 你們吃什麼 會吃素食 一定吃牛排 素食也是吃perfait 素食的perfait不難吃 當然 所以你要吃很多 對 有些素食的perfait 還滿好吃的 對 對不對 然後有時候吃麻辣鍋 加母鴨 然後真的就是 等媽媽下班才可以吃 所以都是9點 10點之外 而且聽說你的早餐也超豐盛 一定要啊 早餐不是要吃得好嗎 專家不是都這樣講嗎 對 我多認真 我們家漢堡 三明治都我自己做的 然後早餐有時候 冬天我一定煮牛肉麵 早餐喔 早餐牛肉麵 是半筋半肉嗎 太難了 我跟你講那個牛筋就先滷好 那肉我就是用肉片 然後早上起來再做 所以我五點半起來 做早餐剛剛好 我想幫你家住 不過你這個還OK 你知道還有一個更厲害了 什麼 宇文她老公聽說問小孩 是餵奶餵到兔才罷手 沒有 我老公就一直很愛他女兒 然後他就覺得說 小孩子就要一直喝 我女兒也六個月 你兒子是八個月 十公斤 我女兒也是女生 六個月就十公斤 不得了 所以他剛剛多過重 你幹嘛要不要急 他就死啊 沒有 他現在是越來越瘦 越來越瘦 真的 他已經慢慢 我有在調整 因為我老公胃的方法就是說 第一個他怕他餓早了 因為其實小孩子半夜 本來就會醒 他就是說 人家說要胃薄一點 晚上半夜才不會起來 可是事實上 他如果才六個月 他半夜本來就會醒來 他就一直餵 味道他喝 六個月喝270 太多了 他就一瓶270 你確定都要上去嗎 瓶子最多只能到270 對啊 瓶子最多只能270 所以270 再加上粉搖一搖 就是有時候已經到邊緣了 我們沒有一次餵270 他就先210 然後喝完之後 好像那個藥料 好像是打針還是什麼吃藥 藥效不夠 他覺得說沒有很飽 他就再補30 再補30 所以我就喝了6個月 吃270 就一直餵一直餵 然後女兒常常一打嗝 就吐出來 好笑 我就跟他說 你不要叫他很飽 他很飽 我不要把他餵撐 他可能睡得不好 是因為他吃太多 應該是 對 所以我後來就跟他說 他大概快一歲開始 已經可以吃很多 越來越多正常人 大人吃的飯之後 我其實六七點 給他吃晚餐對不對 我就吃飽一點點 然後我就讓他晚上 他還是想要喝那個夜奶的時候 就喝120 150 就喝安慰的 就不要讓他晚餐吃多一點點 不要再喝那個奶了 因為喝了太多奶 對皮膚也不好 然後又很脹 喝完他又才兩歲 不會馬上尿尿 你晚上會很容易夜醒 要尿尿那些 對 那Ivy 妳的小孩應該還OK吧 那麼標準 可是我兒子超愛吃的 上個週末我們陪我公婆 他阿公阿嬤去飯店 去吃那種Buffet的中午餐 大部分兩歲小孩子是 吃一點點就想到處玩了 完了 對 他是那種乖乖的做 然後這個是什麼 可以吃這個嗎 這個是什麼 我要吃這個什麼 可以吃喜異果嗎 可以吃這個嗎 對 真的是賺到的 因為我通常去吃什麼 不會就拿什麼來吃 是浪費的 可是他把我的部分補回來了 我說實在話 其實我有點擔心Ivy他們家 因為我們家的小孩也是 就是因為自己媽媽煮 所以其實不太會挑食 其實我們自己在帶的小孩 不太會挑食 但是真的就是到後來 要控制他的量 對 算一餐可以吃幾碗 一碗 我們家其實到現在 他這麼胖 還是一碗 一碗 怎麼可能一碗會燙成這樣 一碗 但是我們家的肉吃 可能雞腿就會吃到三隻 一餐吃三個雞腿 我後來有嗎 雞也不過兩隻腿 雞腿 雞一定很恨你 我覺得 所以我後來發現 我兒子的肉吃太多 但是我兒子的菜也吃很多 就是 有平衡 對 所以我們要怎麼給孩子吃呢 我們桌上當然擺這次比較 就簡單的啦 比較不會胖的吃法 要來考考大家 好來 各位 好來 下練哪一餐給小孩吃 是最不會胖呢 一是半碗飯加半盤的蔬菜 加上一盤的肉 另外第二是 一碗飯加半盤的蔬菜 加半盤的肉 好 還有第三 一碗飯加半盤的蔬菜 加四分之一盤的肉 好 一 一 二 三 一 一 二 三 一是最多的 我們家平常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你們認為說是飯吃少一點 肉多一點點 比例上是OK的 因為如果他飯太多的話 他就不會吃掉蔬菜 因為飯就佔據了他放蔬菜的那個 那那個他整個都 整碗都吃不下 但他小朋友就 本來就很喜歡吃肉 然後很多人不是說 肉是蛋白質比較不會胖 對 所以我選 我家是吃像一這樣子 好 但是相對來講 宇文你是寧願飯多一點點 肉少一點點的比例 沒有 我只是就是把它當大 大人的比例啊 一個碗 其實通常我們吃菜 不太可能吃到一盤肉 所以我就覺得你一碗飯 是因為你 它是主食嘛 人家說 雖然說飯會胖 但是它是澱粉嘛 那你還是要轉換成糖類 它還是主食啊 所以應該以飯為主 然後菜跟肉為輔這樣 那四分之一盤肉太少 太少了 太少了 但姿佑姊 姿佑姊怎麼可能會選三呢 三字雞腿的人選三 不是 我個人覺得這都不會吃飽啦 這都吃不飽在我們家 你沒辦法 但是因為我給我兒子自己 就要這兩三年來 讓他體重慢慢下來 我後來發現我們家啦 我們家真的肉減少就好了 那還要看什麼肉啊 你如果都是瘦肉 那我可能會斟酌 那因為我們家的肉 因為我兒子愛吃肥肉 它的五花肉就要帶皮 牛肉要牛小排 這些都很油 所以我後來我寧願 如果是一樣的牛小排 這種東西的話 四分之一其實就夠了 因為它很油 好 來 營養師 哪一種組合 其實正確的答案